韩丽见此情形啊 这心里头还是有些不大放心 毕竟这套新的阵盘 那几乎耗尽了他如今大半的身家 若是就此毁在了空间波动之中 可着实是有些肉疼啊 他口中念念有词 连忙催动北斗天星盘 随着阵盘表面的玄傲明文 一圈圈的亮起 最终嗡 明亮的蓝光浮现而出 在阵盘上方凝聚出一个蓝色的光阵 无数白色光点在其中浮现而出 仿佛夜空中星光眨动 蓝色光阵中央虚空一动 一大团黑色的液体浮现出来 诶 正是中水 传送过程顺畅无比 5G的速度非常快 没有丝毫的迟滞 韩力见此 总算是没白费 总算是大松一口气 单手一挥 把这团重水收了起来 北斗天星盘连连闪动 一团团重水浮现出来 地化身 把这些年来凝联出的重水 只用了小半个时辰 就尽数传送过来了 韩力摸了摸腰间的针水袋 满意地点点头 这里边的重水 已经达到接近两条小溪的程度了 有了这么多重水 我能做的事就更多了 虽然花了不少的代价 但只要能解决这个困扰多年的问题 那就是值得的 把北斗天星盘收起来之后 韩力就在原地盘西坐了一日 使心境彻底地恢复平静之后 当即就把这真言画伦经又取出来了 把第一重的法觉 从头到尾仔细地想了一遍之后 继续开始了修炼参悟 时光飞逝 转眼间三个月就过去了 洞府之中 韩力盘西静坐 仿佛一尊雕塑般一动不动 身体上下浮现出淡金色的光芒 两久之后 他缓缓睁开眼睛 眼中浮现出一丝惊喜 真言画伦经虽然艰深晦涩 但是这三个月来啊 他修炼起来竟然一呼寻常地顺畅 筑解经上提及的难以渡过的瓶颈 他竟是如水稻渠成一般直接渡过 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第一次出现这种古怪的情况呢 韩力还以为是偶然或是侥幸运气所致 但是第二次怎么回事 第三次仍然这么顺利之后 他心中不禁开始犯嘀咕 莫非是我的体质 恰好适合修炼这门功法 也难怪韩力这么想 毕竟根据注解经上所述啊 每一处瓶颈都起码卡住修炼者 动辄数年 乃至数十年上百年的时间 那都毫不奇怪 甚至每年有多少人呢 到这个瓶颈就直接放弃了 若非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他绝不相信自己会如此顺遂的 不过韩力自问踏入修仙之徒一史 资质就是平平 甚至比绝大多数人呢都不如 更谈不上身负什么天赋异禀的灵体了 然而当他后边修炼到几乎 每一处难以逾越的瓶颈 都没花费多少功夫直接跨过 他心中一斗丛生的同时 也随之有些大喜过望 不管怎么说 能够如此顺利 总不是什么坏事 按照这个进度 绝大多数人耗费成百上千年 都未必能凝练成功的真眼宝伦 我恐怕没几年就能成功了 一念即此 韩力也不去想这些 继续潜心修炼起来 时光飞逝 三年的时间转瞬就过去了 那过得可快了 云气在赤霞峰上飘过 如无数丝绸飘舞 一轮红日从东方缓缓升起 洒下金色的光芒 把这封顶映照得如同淡淡的金色 赤霞峰上一切如故 若说变化呢 也不是没有 那就是原本弥漫着 整个山峰的火障啊 不知不觉消退了不少 半山腰之下 仍然弥漫着那些赤红火障 但是山腰之上 却已经恢复了清明 居于此处的孟云归等人 在天刚蒙蒙亮 便早早地来到峰顶 在迎着朝阳一番呼吸吐纳之后 便各司其职 打扫起封顶各处来 所有人分工明确 虽然只有区区十人 却将偌大的一个院子 包括附近的灵药蒲 包括山腰处的守山灵寿洞穴窟 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赤霞峰虽然在整个中明山脉中 算不上上家的灵脉 但这里的天地灵气浓郁程度 仍远非古云大陆其他地方可比 可算得上是一处适合修炼的洞天伏地了 加上韩丽之前赐下的一些丹药相辅 他们的修为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尤其是那个小姑娘梦浅浅 修为竟一连突破两个小境界 如今已是一名筑基后期的修士了 而且气息内敛 距离凝结金丹也就是一步之遥 算是到了贾丹的境界了 此女和三年前相比啊 脸上稚气消退了不少 脸庞愈发显得玲珑有致 越发出落的清纯秀美 孟浅浅打扫着灵药谱 大眼睛不时朝后边紧闭的洞府望去 历长老这次闭关挺久了吧 听到这话 孟云归开口回答 修为到了历长老这般的仙人级别 一次闭关成百上千年都数寻常 你最近到了凝结金丹的关键时刻 是不是缺零食丹药了 才没有 孟云归停歇手 有些语重心长的叮嘱 浅浅 你要记住 我们能蒙历长老选重 来到这里侍奉 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 历长老对我们虽然没什么架子 但我们身为仆从 可千万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啊 哥哥说得是啊 浅浅明白了 孟云归见此面色放松下来 揉了揉浅浅的脑袋 开口说道 我这里还有一些零食 你先拿 孟云归的话 被一声仿佛九天神雷般的巨响打断 整个赤霞峰都位置一阵 晃动了起来 引得不少栖息其中的飞禽走兽 纷纷朝远处飞去 紧接着 原本晴空万里的碧蓝天空 陡然的风云变色 大片黑云凭空浮现 笼罩住整个赤霞生风上空 翻滚不定 天地灵气疯狂涌动 滚滚汇聚而来 形成一个巨大无比的灵气漩涡 这灵气漩涡的中心呢 赫然正是后山的洞幅 孟云归和孟浅浅面对如此巨变 虽然面露惊讶之色呢 但是不过呀没有太过震撼 其他人都是一样 他们的这位立长老是高深莫测 修炼的不知道是个什么功法 经常弄出这么这样的天地变化的情况 基本每个月都得出现一回 他们呢也早已习以为常 就是声儿大 吓了一大跳 孟云归看着半空中的乌云眉头微醋 眼前的情景 和平日的巨变有些不太一样啊 孟云归啊孟云归 刚刚和浅浅说的话 你自己怎么反倒是忘了 立长老的事情岂是你能猜夺的 安心做你的仆从 无知便无过呀 孟云归立刻摇了摇头 掐断了心中的想法 继续埋头打理清扫 洞府的密室之中 含立的全身呢 都被耀眼的淡金色的光芒笼罩 五官看见了有些模糊 天地灵气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他身上的淡金光芒越来越亮 形成一片几乎无法直视的淡金色的光海 淹没了整间密室 巨大的灵性波动 潮水般朝着周围激荡而去 被洞府周围的禁止挡了下来 足足过了一个时辰 天地灵气汇聚之势 慢慢停了下来 赤霞峰上空的黑云逐渐消散 恢复了先前蔚蓝的天空 天朗气清 刚刚黑云笼罩的情况 仿佛虚幻一般 洞府密室中 宏大的光海一阵 长径溪水般朝着 寒厉的身体汇聚而去 几个呼吸间 尽数没入体内 寒厉小腹之上浮现出 金色的光点忽明忽暗 照亮时耀眼夺目 暗淡时近乎全无 金色的光点仿佛一只小嘴在呼吸 每一次闪动 都有大量的天地灵气 没入其中 与此同时呢 韩丽背上嗡的一声 浮现出一个约莫持续大小的 淡金色圆轮 缓缓地转动 一道道金色锐气所化的祥云 出现在圆轮的周围 周围的天地灵气和其产生强烈的共鸣 发出奇妙的泛唱之音 仿佛在赞颂这个金色的圆轮 锐气祥云围绕着圆轮飞快的转动 逐渐化为一道道半透明的光丝 汇聚到一起 一闪过后 化为两团半透明的符文 铭刻在圆轮之上 符文灵动无比 仿佛活物一般不断地扭曲着 一股不慎明显的法则波动 从两个符文上散发开来 韩丽缓缓睁开眼 低头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 尤其在那个金色光点上停留了一下 眼中闪过一丝喜色 三年苦休 我总算是打通了身上第一个心窍 算是真正迈出了 真仙境修炼的第一步了 韩丽背后那个淡金色光轮呢 正是真言宝轮